《文化監報》Hong Kong Sheik 我們這個文化監報Hong Kong Sheik 其實我們的成立是 正正因為我們覺得這個 其實不是一個純粹學生的運動 這是他們在爭取的事情 不是說他們想爭取一個波板糖 不是一件這樣的事 而是他們在幫助香港人 爭取我們幾十年來 都未能爭取的一個民主 我們頭幾天都是 因為我們很多文化界 有很多不同的藝人和學者 我們都在想 既然叫做文化界 是否我們要去 提供一些 引擎給這裡的年輕人 我們是否要做一些工作 或者是否要做一些藝術 當我們在想之際 隔一天我們來到這裡 發現其實我們想到的所有事情 他們已經在做 因為他們沒有這些束縛 他們沒有這些包袱 他們沒有這些過去的經歷 去框著自己 他們可以讓自己的創意 完全可以自由地發揮的時候 你就會發現 其實是否我們 都必須要重新去找回這個狀態呢 那件事其實 起碼是喚醒了我 我會覺得 他們這個很pure 很genuine的狀態 對於創作是很重要的 對於一個文化界也是很重要的 很重要的 當時大家開始露出疲態 開始佔領了第六、七天的時候 很多不同的情況出現 有一位年輕的作曲人 阿Pen 他發了一首歌給我 就是他寫了關於這個 這個運動 他的一些感受 我聽了之後 我就覺得 不如我們用這首歌 去作為 送給他們打氣的 力量也好 或者 總之想去做 在兩天之內 即48小時之內 就趕製了這首歌出來 但是人生 都女子若迷 更太標榜 我心肌肉 撐起雨傘其實 他最主要 最核心想說的是勇氣 因為我覺得 在這件事 去引發出來的 對於這群90后 對於這群千禧后 最珍貴的一件事 就是他們 找到 找到這份團結和意志 希望他們以後 聽到這首歌的時候 他會記得他們這二十多天 在這裏去 做這個抗爭 做這件他們認為對的事情 他們可以記得 而去 將這份熱情 拿回在他們人生的 任何一個時候 他可以拿出來 去運用